Angles in Triangles and Polygons 部分 這部份我們會再看多一點關於esorcist triangle 的 properties 上次我們說了 假設我們有一個esorcist triangle ABC 這次我們要考慮多一點 就是如果我現在有條線 我們發現到如果假若有三個互相圍繞的定理 就是如果我這隻是90度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個三個元應該是coin grade 因為esorcist 這邊是一樣 這個common side是一樣 而這隻90度角也是90度角 這個是RHS 所以你可以歸納這兩個角會是一樣 而這兩條邊也會是一樣 前設我們現在有一個esorcist triangle 我們發現到 如果假若這兩個角一樣 我們都可以同時間證明到這兩個三角形 即是沒有這隻90度角 只有這兩個角一樣 我們同時間證明到這兩個三個元是coin grade 即是代表 只要你有其中一個information 如果這兩個角一樣 你可以說這隻角是90度 這兩條邊是一樣的 或者 如果你知道這兩條邊是一樣的 你可以告訴別人 這兩條邊是90度 這兩條邊是90度 這兩條邊是一樣的 和這條邊是90度 所以 你可以知道 如果這個是point M Angle BAM 會是等於 Angle MAC 我剛才說過 Property of isosier triangle 或者我們可以知道 AM是 perpendicular to BC 這也是Property of isosier triangle 但前設你要其中有一個information先 Angle BA 最後那個就是 我知道 BM會是等於MC 即是隨便有一個 你可以推論到另外那兩個 如果你有這個 你可以推論到這兩個 你有中間那個 也可以推論到上下那兩個 我全部都是說 Property of isosier triangle 我們一齊看看 下面的題目 Example 6 給了isosier triangle 你 記住 如果你不知道這兩條角是25度 你計不到這條 你也不知道這個 是多少 因為它給了一些東西 我們知道 這個是isosier triangle 而我們還有第二個 given information 就是Angle BAD 就等於Angle DAC 這個也是given 所以 因為這兩個given 我們可以計到 Z會等於6 那是Property of isosier triangle 而我也知道 X會等於90度 那這個也是Property of isosier triangle 那最後 因為你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你計到Y 好 好 In triangle ADC Y 就等於180度 減 90度 減 25度 是Angle sum of triangle 那這個 那我答案 會是65度 那大家試試幫我用下這個 這個 Property of isosier triangle 幫我找到X和Y 你的%很重要 那我上課 我也想找些機會 收大家的%回來 那我們一齊 DISCUS 有哪個同學寫得比較好 有哪個同學寫得比較好 有哪個同學寫得不太好 那大家試試記住做 關於isosier triangle 我們還有一個Property 那這個Property 是有少少不同 就是 我們想證明那個是一個isosier triangle 那是怎樣呢 如果假若我現在有三個型 什麼是isosier triangle呢 就是 我們想證明 這兩條邊是一樣 那只要我們有一個information 就行了 就是如果我們發現到 兩個三個型的底角一樣 A B C 如果這兩隻角一樣 If Angle A B C 是等於 Angle A C B 只要你證明到 這個三個型 有兩隻角是一樣 那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應該是 這個三個型的底角 那你可以推論 這兩條邊 對著那兩條邊 應該會是一樣 那A B 我們會等於A C 那麼 Briefation就是 Side Opposite Eco Angle Side Opposite Eco Angle 我們一起看看Example 7 這條題目就告訴你 有些直線 多數 其實這條題目 比起你 有些直線 即是有機會用 Adjacent Angle on Speed Line 這是一條直線 這是一條直線 所以我知道 B C 是等於B D Given 所以 Angle B C D 就會等於 Angle B D C Base Angle 會等於63度 所以Angle B D C 會等於63度 你計算到Pheta 因為我們可以用到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我知道Pheta加63度 加90度 就會等於180度 Adjacent Angle B D C Pheta Pheta 應該要27度 這條題目 第二部份 就問你 究竟 這個三角形 是否等於三角形 即是 如果你 觀察 你覺得 這條片 應該和這條片 長度很像 所以你應該想辦法 就要找這條片 這條片 不知道你能否找到 這條片 就找到了 原因 很多方法 不過 大家不要忘記了 我們上十篇文章 學的東西 看不看這條片 其實是 考慮這條片 這條片 這條片 是XD 描角 這兩條片 加起來會等於這條片 所以 Angle B A D D 加63度 應該等於90度 XD R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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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Angle B A D 就會等於27度 咦? 即是等於Angle Pheta B B Angle B A D 是等於 Pheta 所以 我知道 A B 會等於B D Side Opposite Equal Angle 有些同學 很喜歡 把這句 Aggle 寫在這裏 記住這句不用寫 Aggle 所有Aggle 都是 解釋同一項 那句說話 為何這句成立 是因為這個Aggle 為何這句成立 因為你計出來 這個27 這個27 所以這個是沒有Aggle 記住不要把這個寫在上面 有時做數的時候 很慣性寫任何東西都有Aggle 所以你不知何時寫 就寫了這個 所以 Triangle A B D 是 N 是 Saucey Triangle Institute 7 留給大家 同樣道理也是 我們所有Institute 7 我們是想上課開始的時候 用一些 Google Classroom 也好 怎樣也好 我想拿回大家的答案 一起談談 尤其是這一課 大家的影片很重要